我們看到這次選議的消息 高學院的選議 民進黨大牌 蔡英文 總統清晰 民進黨的董主席 行政議中所政政是 口頭清晰 晚上還給人保暖 在民進黨內部出現 一些煩惱的聲音 先向民進黨的台北市議員 王世建都來開出第一千 講求所政政要留待 求學院選議結束 民進黨慘敗 當然一定有檢討的聲音 蔡英文總統 維持清晰 董主席 成政議中所政政第一時間 口頭清晰 但這段位流 引起聯合內無反択 民進黨大陸市議員 王世建開出北京第一千 要所政政下來 有聯合理會是建議 應該中心事庫 如何報告內閣團隊 內閣裡面確實有很多的閣員 在問政的過程中 確實展現了一些 對民意代表態度上的 所謂的親密或是沒有真誠的回應 民進黨今年只拿到五十元市議員 民進黨前立委 喝水在臉書發文表習 蔡英文在這次選前 定調改動不做策算 加做參拜關鍵之一 民進黨比書長 臨色藥正在表習 雖然大部分 以定調方式決定 不過都是經過東來民主停輸 不過這些會 青春真難讓東來民進黨 出選機制我認為應該要恢復 民主的機制就應該讓民主的機制繼續走 那這一次的出選的機制 其實跟我們傳統的民主機制不同 當我們在討論大是大非 當我們要努力找回理想 努力找回我們的價值 當我們應該做出改變 回應民意的時候 讓我來回應這些幻想文 回應這些知為末節 我們會很對不起我們的支持者 何志偉李告標時 當民進黨要討論 大是大非 打拼找回理想和價值 應該做出改變 回應民意的時候 回應這些幻想文 會對不起幾次 高雄幾次回事 記者綜合報道